在五個月之前 我覺得香港是很自由的 你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現在你逛街會被人打的 你看看暴徒 看你不順眼就打你 你說話他們不順意又打你 甚至你想去清理雜物 一樣會被人打 其實這些是不是真的自由 當時想去移這個路障的時候 究竟是怎麼想的 為什麼要馴奪這個路障呢 因為之前已經有70歲的老婆 被砸死的這樣的案例 你不擔心危險嗎 就沒有想到說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做這個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沒有做到錯事 做錯的是攻擊我的人 這些倒爐的暴徒 其實他們做這些事情 已經妨礙了整個社會 如果我們一直不出聲 他們就會覺得 其實他們做這些事情 是大家都支持的 他們會更加變本加厲 繼續去做 繼續去做的時候 其實社會會繼續破壞 繼續破壞會更加沉淪 所以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 看到都應該要出聲 我看到這個視頻中 您突然被打了之後就倒下了 好像幾秒鐘之後 您又醒過來一下 您當時有意識嗎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 其實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候都沒有意識的 我記得的就是我拿出手機出來 然後就好像叫做斷了片 當我有知覺的時候 就看到前面有一大群人圍著我 在那罵我 其中有一個是戴著黑色口罩的 那還想拿著一把傘 這樣襲擊我 那後來到了醫院 醫生是怎麼說的 傷勢怎麼樣 那現在還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治療呢 那我去到醫院之後 那醫生就幫我照了X光 那他就說頭骨就沒有裂到的 那後來就幫我去連了針 那一共連了10針 那他要我留院觀察 那就留院觀察到第二早上 那之後就說觀察完之後 就沒有什麼大礙了 那我可以出院了 您對那些設置路障的人怎麼看 您有什麼想對他們說的嗎 如果你現在繼續這樣下去 是不停地打爛所有的東西的 那香港是一個沒有法治的爛灘子 這個是不是你們所訴求想要的東西 您怎麼看他們的這些訴求 他們說是為了香港的未來 為了香港明天更好 您覺得呢 他們經常在這裡喊說 香港沒有民主 那其實我想問回 香港哪方面沒有民主呢 其實香港的民主 你看回全世界來說 其實香港的民主自由 那個自由程度是排列 世界大三 第三的那個排列 全部什麼都有自由的 福利也好 全民也免費教育 那你覺得有什麼不好呢 甚至乎你對著警察 你可以任意去侮辱警察的 那你言論不自由嗎 如果他們做這些事情 會將來是可以有 一個更加好的民主 或者是自由的社會 其實我覺得是假的 因為你 起碼你現在已經破壞了現在了 你現在破壞了現在 那還哪有將來呢 那麽事 這麽事 那麽事 我還有沒人 你剛的把絶頂 那麽事 那麽事 想法 那麽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